字幕提供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Kenny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 前阵子鱼和观众们承诺会制作很多期 关于AMD Zen4架构的Ryzen 7000处理器 或是全CM5平台的相关内容 但截至目前为止 我也只不过更新了两期 先和各位说声抱歉 基于各种大大小小的因素 导致我迟迟一直没有新的更新 但这回我总算是回到了更新的轨道上了 而在这期节目中 我想和大家聊聊 目前AMD Ryzen 7000 Fat X系列里最顶级的一款CPU AMD Ryzen 9 7900 在节目正式开始前 我需要声明一点 由于这期视频并非手法评测 甚至连我拿到这颗CPU的时间 也是在首发之后的事 想想大家也知道我之后去干嘛了吗 通了那么久的时间 如果和各大媒体的首发评测内容有太多的同质化 我想各位也不会特别感兴趣的 因此在今天这期视频里 我并不会提供太多常规理论性的测试数据 而是和各位分享一些在众多的首发评测视频中 很少甚至是没有与观众们分享的资讯与内容 当然主要也是如今的主板Bio 相比于首发时已经有了非常多的优化和稳定性 这使得我能够在如此的基础上 制作一些观众们或许感兴趣的内容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我要给一部分新手观众科普一下 关于Ryzen 7000X和不带X的CPU之间的区别 以本次视频的主角Ryzen 9 7900 与另一颗Ryzen 9 7900X做对比 两颗CPU都持有相同的架构设计 同样的核心规格数量与缓存容量 唯一的区别就是频率与默认TDP的不同 7900X的基础频率与加速频率在4.7G和5.6G 而7900则是3.7G和5.4G TDP前则为170W 后则则只有65W 其他像是超频等功能 7900X和7900X是完全一样 并没有任何的严格 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说 7900X就是一颗7900X的官方降品版本 并且还免费赠送你当今世上颜值第一的原厂散热器 Ryzen 9 7900X 从Cinebench R23的跑分对比来看 由于7900X相比起7900X低了0.2G的加速频率 因此单核跑分上略低一些 但我个人觉得差别并不大 而在多核跑分中 全模倫状态下的7900就明显和7900X有很大的差别了 只不过当7900在开启PBO后 跑分性能基本就能识别7900X了 另外这边和各位多补充一点 7900X不论是默认或是手动开启PBO 多核性能和功耗都是几乎没什么差别的 因此也就不存在7900X另外手动开启PBO后 性能更高的设施数据了 切换到多核跑分的功耗释放状况 默认下的7900只需要90W 就能达到23000多分的成绩 这个成绩放在上一代的5900X 可是需要手动超频到4点机区 并且需要180W左右的功耗才能达到 而如今的7900只需要5900X一半的功耗 就能有相同的性能了 能耗比确实非常优秀 当然开启PBO后 由于性能和7900X基本实评 功耗也自然同样落在175W左右 最后来看看温度表现 在搭配的360水冷的情况下 全默认状态下的7900全程低于50度 你没看错 是全程都没超过50度 这还是在连续跑满30分钟的测试结果 而开启PBO后175W的温度表现 个人觉得应该是目前性能BIOS 在PBO调度机制进行了一些优化 因此才没有出现之前功耗过高 撞温度强的问题 当然也有可能和主板本身的调度优化有关系 我也不好说是不是如今所有主板的新BIOS 都有所改善 各位朋友也就只能够尝试更新新BIOS来试一试了 通过这个简单的测试对比 如果你是为了综合性能来考虑 那么我其实会更催借7900 首先是价格比起7900X更加便宜 还免分赠送你U00进散热器 再来则是默认状态下的功耗非常低 几乎没什么散热上的压力 对于新手玩家来说 完全不需要担心进行过多和复杂的手动调试 你只需要即插即用即可 而对于多核心性能有更多要求 且没有散热压力的用户 你也只需要简单的打开BIOS内的PBO功能 就能够拥有几乎同等于7900X的多核性能了 个人觉得相对来说是给了你两种不同的使用方向选择 而且操作还相对简单 不需要折腾 反观7900X想要降低功耗 那么是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降压操作 体验上我个人觉得是不如7900的 当然7900X也并非完全没有优点 那就是它的单核加速频率比较7900 有着绝对的0.2G优势 除非你能够手动超频将7900的其中一颗CCS超频至5.6G以上 否则在单核性能领域上 7900X还是有那么一点的优势 当然了这0.2G的单核频率差异是否那么重要 这就要看用户怎么去衡量了 和各位分享完关于7900和7900X之间的定位与差异 那么接下来就是本期视频的重点了 就是关于AMD Ryzen 9 7900更多你们知道的事 我也和各位分享三个要点 分别是对比5900X的同频性能能耗比进步了多少 Ryzen 9 7900最理想的甜点功耗在多少 以及对于游戏用户来说 默认和开启PBO后乃至不同功耗下的7900 究竟有多少的游戏性能差异 当然其实还有更多的内容能够挖掘出来 只不过这期视频我是着重在能耗比上的挖掘 因此日后我还会制作多一期关于散热体验上的内容 对于这部分感兴趣的观众也不要忘记持续锁定我的频道 关注之后的内容资金 在开始进行测试前 这次也要特别感谢微信家提供他们家的B650MM的WiFi用于测试搭配 采用AMD中端的B650芯片组 拥有15项Diamos每组80A的供电能力 支持两组PCIe 4.0x4的MDL SSD 包括WiFi611 2.5G网络接口 20G的USB-C口等同样也配备 作为一款中端主板显然配置用料一点也不含糊 甚至比起上一代大部分高端的X570主板还豪华 用来带本次的Ryzen 9 7900 不论是全该功耗的性能释放还是相对应的扩展性都是合适的搭配 而剩下的其他测试硬件搭配我就列出来方便给观众进行参考 首先第一项测试是关于7900对比5900X的同品性能表现 为此我也拿出我自己的5900X用于对比 详细的硬件搭配同样也是列出来给各位参考 测试方式采用锁定全核4G以及4.7G 并且在稳定过程且实际性能没有损号的条件下 逐步寻找最低的电压搭配 最终7900是以0.85V和0.975V顺利过侧 而5900X则是1.1V和1.13V 实际理论上两颗CPU的电压还能再更低的 只不过再低的电压就会出现实际性能跑分也随之变低 以及不是那么的稳定 因此最终才会以这个电压数据作为参照对比 最终两者在持续30分钟的Cinebench R23多核跑分对比下 4G的7900是获得了22410分的高分 这个分数其实也比5900X的默认跑分还高了不少 而同频的4G5900X则是获得了19747分 两者的差距来到了13.5% 再来是频率锁定在4.7G的成绩 7900和5900X各获得26438分和23374分 差距同样维持在13% 换存到来可以视为Zen 4架构对比Zen 3架构 在同频IPC性能上有13%左右的提升 切换到所需的功耗上 4G的7900平均功耗为75瓦 而5900X则是105瓦 功耗差异则是40% 这样的能耗比提升其实已经相当不错了 要知道 5900X在Zen 3时代也是一颗能耗比相当优秀的CPU 而7900则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更加出色了不少 另外 4G的频率对于Zen 4架构来说 其实还并非甜点频率 在最佳甜点频率和功耗上的能耗比 还会更加的出色 这也是我为何会加入全核4.7G的测试项目 在全核4.7G的功耗释放对比中 7900只需100瓦 而5900X则是需要180瓦 两者之间有80%的功耗差异 这就比同频4G10的功耗差异直接翻倍了 如此看来Ryzer7000发布会10的能耗比PPT是实打实的不强 最后在温度表现上 虽然两颗CPU的温度表现在同频4G下 因其不错的功耗都有着非常理想的成绩 但7900还是因为更强劲的能耗比获得了平均42.5度 和5900X的55.9度有着13度的温差 而频率更高的全核4.7G下 7900的温度落在51.4度 5900X的温度则是大幅上升到了74.7度 温差扩大到了23度 当然以上的对比毕竟是跨平台测试 测试也是采用手动电压输入 这些都会受到CPU体质和主板调教上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加上两个平台的360随冷和使用的机箱也并非同款 因此上述的测试部分还是只能作为参考用途 紧接着就是本期视频最多人期待的环节 关于7900最理想的甜点功耗位置 为了能够找出最理想的功耗表现 那必然是需要在不同的功耗下测试相关的性能释放 而我的做法则是在打开7900的PBO后通过输入在AMV CBS的PTT手动功耗上限值 来测试不同功耗下的性能释放表现 测试的功耗将会从最低65W开始 并且以每10W作为一个测试档位最高达175W 也就是开启PBO后的最高功耗释放 一共12种不同功耗下的测试表现 测试则是采用Cinebench R23的跑分测试来进行 每项测试都是连续30分钟的跑分 通过HWM Phone记录平均的频率与温度表现 在最终的成绩对比下 大核跑分由于都不会装上本次测试最低的65W标准 因此所有功耗设定下的大核跑分表现基本是一模一样的 但在多核跑分测试下 就能够明显看出在125W的功耗下有着最优秀的男号比表现 最后到145W之后就开始出现缔解效益 从155W开始后的性能增长就非常少了 接着切换到频率表现的部分 由于单核跑分的表现是一致的 就没必要多分析了 这里则是分别记录两颗CCSI多核跑分下的频率表现 而多核跑分的频率表现和最终的分数结果也是成类似的情况 从115W开始频率就有着大幅度的提升 125W到145W之间的提升幅度是最多的 随后155W开始同样开始出现明显的递减效益 频率提升非常的少 最后来看看温度表现 温度表现部分倒是和功耗差异成较为线性的增长 除了65W到85W之间的温度差异非常之少以外 95W开始直到175W每10W的温升幅度都是较固定的 可见大家口中所说的积热现象 并非是达到一个功耗之后的温度爆升 个人觉得是单纯热量导出较为缓慢的缘故 而至少以我这次的测试情况 并不像是我们所熟知的积热现象 从这次的测试结果来看 个人觉得7900最甜点的功耗 是在120-150W之间这个段落 特别是120-135W这区间是有的最佳的能耗比表现 对于性能有更多的要求 但又希望能够有不错的温度表现 个人建议满载功耗控制在最高140W左右 整体的体验应该会是非常不错的 再来是对于游戏体验来说 不同的功耗释放是否真的会有实时镜的差异 这边我先说最终的结论 或多或少的差异是肯定会有的 但实际上并不明显 主要原因是游戏的负载对于CPU来说 并不是持续性的都会维持在高负载状态 因此哪怕有些游戏或许对于多核心性能有所需求 但因为多核心的负载也并非持续性的缘故 所以只要功耗不是太低 基本差异就不会特别的明显 但是在3DMark跑分这种有针对性的测试下 肯定是会有所差异的 在我以最低95W开始每10W一个档位进行测试 可以发现10个测试结果都是有着线性的性能增长 但放到游戏里就不同了 游戏的测试基于时长的缘故 我就只采用了两个负载程度相对差异比较大的游戏来进行 分别是CS GO和赛博本科2077 测试均为1080p低画质以强调CPU的性能释放差异 每项测试都会进行3次 然后再统计起来计算出3次的平均性能表现 首先在CS GO中 1%落帧基本就是固定在193-199帧之间徘徊 而且并不是因为功耗更高而出现更好的表现 反而是随机性的 基本可以视为误差 而平均幀表现则是可以看到在145W之后的档位 基本都能够稳定跑出820帧以上 有几组测试甚至能够保出830帧出头的成绩 但也由于是基于800帧以上的变化 因此表现最好和最差的帧数其实也就1%左右的差异 然后在赛博朋克2077中 1%落基本也是维持在110帧左右 最大和最小也就4帧的差异 而平均幀表现更是维持在173-177帧 同样也并非因功耗释放更多帧数就更高一些 当然如果3帧你要说有差异 那也就是有所差异吧 从上述的游戏测试可以看得到 只要设定的功耗别低过默认给出的90W 那么基本是不需要太担心 因为功耗太低导致明显的游戏性能差异 当然我只是基于这两款游戏来进行测试 而一些大型的模拟类游戏 或是一些针对性优化的游戏 可能体验就会有所不同了 而这部分也因为我手上的游戏数量并没有太多 也就不展开更细致的测试了 如果在看节目的你正好使用7900 那么我会建议不需要额外开启PBO功能 只需要默认状态下使用就已经很OK了 当然开启PBO功能的操作也很简单 你也可以自己开启后玩玩看看 觉得没差再恢复默认就好了 总体来说 Ryzen 9 7900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CPU 而特别是对于那些希望以更低的功耗 和更低的发热来获得不错的性能用户来说 7900是目前为数不多在多核心性能上发挥亮眼 且能耗比非常优秀的处理器 另外本身能够通过超频或是功耗释放等 来设置适合的用户本身的使用场景需求 比如极限ITS玩家却想要有更好的多核心性能 所搭配的机箱却无法使用上水冷之类的 这部分的自由性也确实是AMB处理器向来的优势和卖点 虽说目前搭配的主板和记忆体内存的价格位置 还并不是特别的甜点 但起码还算是能够接受的范围 如果主板和记忆体内存的价格能够继续往下调 再搭配上最入门的7600 相信就能够吸引不少人入手了 最后我再给这颗7900的内容继续挖个坑 下一期我会模拟它在极限ITS下的温度与性能表现 至于什么时候会更新嘛 总之一定会和各位见面就是了 最后也要感谢各位一路将影片看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期影片 也请记得点赞留言分享支持一下 影片制作不易 有你们的支持 我才能够持续制作优质的内容 还没订阅频道的朋友 也不妨点个订阅并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我也会在每周持续更新更多的科技相关内容 那么这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各位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